三鲜鸡腿所需的主料有 鸡腿 虾 腐竹 黄豆 葱 姜 蒜 小香葱 第一步 首先我们将鸡腿去骨 顺着鸡腿骨头划一刀 然后将骨头剔出 将去好骨的鸡腿肉切成长条 第二步 鸡腿中加入切好的葱姜 料酒 花椒 搅拌均匀 腌制五分钟 使其入味 泡好的腐竹切断 将虾包皮去虾线备用 第三步 不沾锅中加油 待油烧热后 加入一颗八角 切好的葱 姜 皮线豆瓣酱 炒香后 加入腌制好的鸡腿 炒出油脂后 加少量酱油 适量的水 盐 糖 盖上锅盖 焖五分钟 第四步 焖好的鸡肉中 加入泡好的黄豆 切好的腐竹 焖两至三分钟 加入处理好的虾仁 加少量切好的辣椒 辣椒有开胃去湿的效果 可根据个人口味 酌情添加 最后加入切好的小香葱 出锅即可 鲜香四溢 营养美味的三鲜鸡腿 就做得好了 您学会了吗 赶快自己在家 动动手 做起来吧